大家好 我是陈岳 近期的全球外交大戏全部集中在欧洲 拜登出访欧洲出席季期峰会 美欧峰会 北约新定位 美欧领导人峰会等等 美俄领导人峰会 展现出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最为重视的外交动作 我们今天先从这个整个视角呢 把从欧洲拿开 把整个视角集中在俄罗斯 巴基斯坦 南太平洋国家 以及欧洲本地区的民众 对于美国现在的一个现实真实态度 究竟如何 对于有些朋友解读的拜登普京见面 美国要开展所谓的联俄抗中 现在看来别说什么抗中了 恐怕连美俄和解管控分歧的目标 都将面临失败的局面 美国面临的真实情况是 俄罗斯近期猛烈喷击西方的虚伪 那当然特别是美国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希望把军事基地建在巴基斯坦 现在呢 巴基斯坦方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 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 另外呢 阿富汗的周边国家 中亚地区的国家也拒绝了美国 拉丁美洲国家在抨击美国金融帝国正在垮台 美国主导的南太平洋岛国论坛面临奔解 新加坡的前外长认为 美国在玩弄台湾搞垮中美关系 以及在拜登访问欧洲期间的民调显示 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声望正在下滑 以上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进一步的加重了美国的危机感 于是我们看到了 美国布林肯不断的疾呼要团结盟友 共同对抗中国啊等等 这样的呼声呢 似乎越来越多 我们同时还看到 美国推出了罕见的巨资产业振兴计划 试图通过美国创新及竞争法案来针对中国 提高美国科技竞争力 与此同时 面对美国各种无理由的制裁 中国也推出了反外国制裁法 那么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了贸易 科技 地缘政治 法律 等全方面博弈的局面 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 就在美俄高峰会的前夕 6月9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协作 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的优先选项 他还对西方国家进行了谴责 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评的一个 叫做克里马科夫读书会上 做出一些表态 2021年 两国将庆祝双边 这个中俄 木林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20周年 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协作 毫无疑问呢 将会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 此外 俄罗斯将依照 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提出的 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理念 扩大与东盟和亚太地区 其他国家的合作 同时 拉夫罗夫还指出 西方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特权地位 不仅是俄罗斯 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着一个事实 那就是西方国家的代表们 不准备基于事实求是的态度 来进行坦诚的对话 那么这无疑破坏了人们 对对话作为解决分歧方式 这一理念的信任 也降低了外交作为对外政策基本工具的作用 似乎拉夫罗夫话中有话 所谓对话缓解冲突 建立沟通渠道 那么是整个分歧管控 甚至建立合作的重要途径 可是拉夫罗夫对这一途径 表示出质疑的态度 那么其原因 把它归因于美国和西方国家 不尊重基本的事实 那么所对应的 采取一个双重标准的态度 我想是不是拉夫罗夫的这番表态 已经为不久之后即将举行的 美俄领导人分会奠定了基础呢 拉夫罗夫同时还指出 俄罗斯主张在相互尊重 平等和寻求利益平衡的基础上 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在主要国家集体解决全球的问题的基础上 实现多极化的世界 俄罗斯准备好与任何国家合作 但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游戏 无论是制裁还是最后通牒 都不是与俄罗斯对话和达成协议的方式 那么拉夫罗夫的这一些讲话呢 同样是意有所指 谁对俄罗斯制裁 谁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 那么幕后的归因 拉夫罗夫再次指向美国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 多位俄罗斯政府高官接连表态 发出了去美元化的声音 俄罗斯财政部负责人 德米特里纪莫费耶夫呢 在6月7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听证会上表示 俄罗斯政府将采取激励的这个措施 促进经济中的所有货币流通 从美元转向欧元 并且有可能对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出指令 6月3日俄罗斯的副总理亚历山达诺瓦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对俄罗斯实施 针对新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可能会尝试放弃石油结算中的 任何美元合约 俄罗斯财政部长 这个西鲁安诺夫呢 在此前刚刚结束的 申比德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那么俄罗斯目前约 1860亿美元的规模主权财富基金 决定抛售所有美元和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转而投向以欧元和人民币计价的资产 以及贵金属 普京也在申比德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进行发言的时候 就指责美国将美元作为经济和政治战争的工具 并且表示 俄罗斯可能考虑以欧元或其他货币来结算 各种各样的对外交易 当然俄罗斯的对大众的交易 就是石油与天然气 在俄罗斯央行所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 俄罗斯央行持有的美元 英镑等外汇资产占比明显下滑 俄罗斯的央行网站数据还显示 2020年的第四季度 中俄贸易额中超过75%的贸易 都已经放弃通过美元进行结算 转而使用其他货币 当然这里面主要的是双方的本币货币结算 另外就是使用欧元 至此我们看到美国希望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 看起来并没有准备拿出多大的诚意 那么既然国际现实如此 那么美俄之间所谓的和解 可以说在拜登普京见面之前 就已经清楚的表明不可能的结果 虽然美国拜登政府不断强调自己的外交能力 但是除了俄罗斯之外 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外交挑战非常多 那么根据俄罗斯卫星网8日的报道 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巴基斯坦政府向所有政党表示 无疑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 并且还指出我们希望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随着美国的撤军而向前推进 摆明了就是说给美国看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人在阿富汗打了这么多年的战争 阿富汗依旧动荡不安 而且周边国家都受到相关局势的影响 而目前巴基斯坦期待的是 美国赶紧撤军撤完之后 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也许还会有一个重新开始 重新来过的机会 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5月1日开始 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将在9月11号完成撤军计划 目前美军的撤离行动已经完成了一半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并且谈到 在撤军令下达之后 美军在考虑撤军细则的同时 也在为从阿富汗撤出的美军 以及各式武器装备寻找新的驻地 由于阿富汗地区情势变幻莫测 美军需要一个部署基地 能快速将作战部队派遣到阿富汗 此前纽约时报原意消息人士就表示 美国政府正在与巴基斯坦政府进行有关 提供军事基地的谈判 那么该基地将用于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 实施针对阿富汗境内的情报收集和反恐打击 美国国防部没有证实有关巴基斯坦军事基地谈判的消息 但是表示正在寻求各种方案 除了巴基斯坦之外 美国也谋求在中亚五国恢复设立军事基地 2014年美军将这个马纳斯空军基地交还给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 就失去了在中亚的立足点 虽然此次美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宣布将在中亚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但是已经有专家对中亚国家进行评估 尤其是具有天然地理优势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代表就曾经对外表态 谈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全政策基于不参加违和行动 不介入国外军事冲突的原则 宪法当中也决定了乌兹别克斯坦不允许在本国领土上部署外国军事基地和设施 而塔吉克斯坦方面呢也表示该国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一部分 吉安组织章程明确规定成员国决定在其领土上部署非吉安组织成员国军事设施的 这个和包括部队的时候需要与其他成员国进行磋商 那么可想而知呢 这样的磋商如果遇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 显然美国想在中亚地区部署军队相关国家已经找好了理由 其实无论是乌兹别克斯坦还是这个吉尔吉斯坦等等吧 那么各个中亚国家呢 如果基于国家利益考虑愿意让美国设立基地呢 其实所说的各种困难呢 恐怕都是可以有办法克服的 但是相关的这个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考虑 不想让美国设立基地呢 那显然也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 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之后所面临的中亚地区的真空 以及巴基斯坦不配合美国等等这样的情况呢 也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当中的影响力确实已经不如从前 除此之外 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目前也陷入了危机 美国高官担忧中国趁虚而入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专员这个坎贝尔啊 那么这位老兄呢 也有印太沙皇之称 他在6月8号的时候表示 美国打算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合作 以帮助太平洋地区的岛国 美国在该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 路透社6月8日的文章就谈到 五个太平洋岛国在2月的时候就对外宣布 他们将开始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 这是该地区的主要政治组织 对于此事坎贝尔谈到 在出现分裂之后 美国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 重新召开这个论坛 以使未来的双边的机构接触成为可能 并且他还谈到 美国在这些岛屿上有着巨大的历史 道德和战略利益 但有时美国会忘记这一点 讲白了 这也是过去 美国对于南泰这些岛国 没有进行用心的经营 欲取欲求 那么时间久了 自然是离心离得 坎贝尔在新美国安全思考中心 主办的在线活动上提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价值观 并且在联合国的作用 以及健康挑战 气候变化等等 甚至在军事作用方面 以及渔业资源 彼此间展开竞争 那么因此呢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特别希望 能够与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和其他国家合作 在这个南太平洋地区 与这些岛国来讨论 共同的目标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的说辞呢 事实上也是在回应 中国方面在南太地区的 影响力逐步提升 那么相关的竞争的压力呢 也使得澳大利亚 它自然是五眼联盟之一 感受到了区域内的压力 那么美国自然也会在其中呢 去干涉其中 堪贝亚指出 目标将是在渔业与海岸警卫队 活动等领域取得进展 并且提供支持和援助 那这个呢也是他 包括想解决该地区的贫困啊 疾病啊 气候变化等等问题上的挑战 我想呢 这也是美国重新开始重视 南太地区的一个声音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呢 他究竟能够拿出多少的 这个我们说诚意 诚意的意思不是你的态度 也不是你心里怎么想 而是给多少的好处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目前南太岛国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好处 在过去的数十年以来 南太岛国一直是 为美国和澳大利亚 马首是瞻 可是呢 经济一直发展比较落后 那到底如何去发展 一直跟着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后面 也看不到得到什么好处 一直被利用而已 那么这样一个局面 美国和澳大利亚 决定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改变吗 美国在巴基斯坦 中亚以及南太平洋岛国 所碰到的这些不太顺利的事情呢 恐怕正是美国在全球 声望下跌的一个具体体现 而这一点在欧洲和一带一路国家当中 也体现明显 多国的民调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 美国影响力持续下滑 而认可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数 则大幅增加 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对中国的看法更为积极 根据美国和德国两家智库 6月7日发布的民调报告显示 美国总统拜登执政的三个月 并未让美国的影响力 从疫情期间恢复过来 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欧洲人 不再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国 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则略有改善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 尤其改善明显 民调报告显示 有56%的法国受访者 和55%的德国受访者认为 美国是最具全球影响力的 当然我们说 美国的国家实力过去这么多年 这个积累下来 的确现在我们看到 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 还是超过一半的人认可美国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国家 那么这当然也是符合事实 那么该数据相比于2020年的疫情初期 实际上是略有下降 那相比疫情之前 则是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那这个跌幅是相当明显 而对中国影响力认可的人 则大幅增加 认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比例 最高的是意大利达到了32% 其次是法国的28% 以及荷兰的27% 所有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对中国的看法都更为积极 在西班牙有37%的受访者 正面评价中国 其次为意大利的36% 波兰的35% 以及土耳其的34% 而且在大多数的国家 年轻受访者更不看好美国 在德国 62%的年长的受访者 包括65岁以上的 那么认为呢 美国最具全球影响力 而只有42%的年轻受访者 就是18岁到24岁 那么持有这样的看法 在英国是74%的年长者 和只有47%的年轻的人 持有同样的看法 那么这样的数据就体现出 在欧洲国家对待美国的看法上面呢 年长者可能经历过曾经美欧合作的 黄金时代 那个年代 美国国力最强 欧洲呢 也随着美国在全球力量的施展 那么欧洲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和欧洲的 现在的老年人的看法呢 非常不一致 对于中美之间的看法 呈相反的态度 欧洲的年轻人一代 更加看好中国 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 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这一问题时 18岁到24岁的年龄段的欧洲年轻人 对中国普遍持正面看待 那么同一年龄段的美国年轻人 也有61%对中国持正面的评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55岁以上的美国人 有83%对中国持负面评价 除了认为美国影响力下降 欧洲人也觉得美国人呢 是不再可靠 只有51%的德国受访者认为 美国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而土耳其呢 更是只有23%同意这个看法 这份民调报告是由美国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德国智库 这个贝塔斯曼基金会共同制作 涉及到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波兰 土耳其 西班牙 瑞典 英国和美国等11个国家 在2021年的3月29日至4月13日 完成线上调查 美国华盛顿邮报7日就报道 美国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巴黎办公室 这个副主任昆塞斯评论认为 这份民调的结果就表明 拜登效应并没有发生 如同特朗普执政时期一样 美国的影响力正在不断的下降之中 趋势并没有改变 那么我想美国声望下跌的事实 反映出了美国国力的下降 过去美国全球策略的影响力 也在逐渐的下降 美国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彼此依存 而现在对于美国金融霸权的质疑 和挑战也越来越多 特别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解决美国内部问题的办法 似乎只有一个简单 但非常有效的粗暴策略 那就是不断的印美元 不断的发钞票 老百姓失业在家没关系发钱 老百姓找不到工作没关系发钱 工厂停工 然后商店关门 餐饮各个消费场所 没有人 对吧 全部都是封锁了 那么就所谓的封城 那怎么解决这些企业和企业主的生存问题呢 很简单 发钱 美国发了这么多的美元 那看在其他国家眼睛里呢 自然是相当的不爽 对吧 其他国家没有钱可以发 但是美国有美元霸权 发了这么多的钱以后呢 把美国的通货本账往其他国家进行输送 于是呢 就变成了变相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 来为美国人解决美国人的问题 所以之前就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那就是美元是这个美国的美元 但是美元却是世界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美元霸权 美国金融霸权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特别我们看到最近的在这个拉丁美洲 厄瓜多尔拉丁美洲新闻社网站 在6月2日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2021年美元时代的终结之年 那么文章认为目前的一切迹象都表明 2021年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 伴随着显著的危机和美元 作为国际参照货币的终结 美国这个曾经在1930年到1970年代 固若金汤的金融帝国 如今正在经历着改革或者说呢 垮台 经历了四年无战事 美国内部的三大金融资本派系 跨国全球主义 就是中央银行网络和大型投资银行网络 跨国大陆主义 就是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关的银行 和表现出寡头民族主义的地方金融资本 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内部矛盾重重 事实证明 特朗普执政四年间没有发动新的军事战争 这削弱了全球主义单极金融资本 及其军事弊榜 北约在2017年到2020年的进攻能力 随着代表全球主义的跨国利益的拜登政府上台 一个必须和可能将世界治愈危险境地的美国政府 又一次回来了 拜登政府的外交充满着好战色彩 并且因为想要收复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失去的国际影响力 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这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在2014年之后到2020年加速了全球的多极化 2021年全球主义者就是拜登宝座背后的真正力量 重返政府 显然没有吸取教训 拜登就职总统之后 北约再次尝试以乌克兰和波兰作为立足点 挑起与俄罗斯的斗争 从21世纪初开始呢 俄罗斯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国际贸易去美元化的进程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 2017年的9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俄罗斯所有港口停止使用美元作为支付货币 为了避免美国通过封锁在全球跨国公司控制之下的swift 所谓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进行银行转账来实施制裁 俄罗斯在2021年宣布安装自己的非美元银行兑换系统 并且将其提供给包括美国邻国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国家使用 俄罗斯已经有了自己的多极的针对swift系统的这个金融应对能力 从而实现了日益广泛的国际贸易去美元化 俄罗斯的中央银行正在对其国际储备去美元化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贬值在即 实物黄金作为避险价值发挥作用 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债抛售表明 人们对于美元失去信心 由于对美元的信心大幅下降 已由金融专家宣布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 储备货币的时代这个结束 可能就会发生到发生在2021年 甚至有人大胆的将日期定这个确定为2021年的8月 美国在全球作为激起了很多国家 他的这个不满的一系列行动 也许呢 以前有很多的敢怒不敢言 但是现在美国的国力下降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士开始仗义直言 包括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长 直接认为美国在玩弄台湾 并预言这会搞垮中美关系 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长杨荣文 最近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 他相当担心美国会打台湾牌 台湾问题是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 基石它不是一张牌 而是一块巨岩一旦开始玩弄这个巨岩 那么他将所支撑着的两个大国关系 所有的架构都可能会瞬间的崩塌 那么杨荣文就认为 他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一些 此前针对台湾的限制 并且呢 还是有一些清新的指引和其他的限制在 那么不过呢 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国会也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呢很容易被情绪所左右 那么美国国会的情绪性的动作呢 最近确实比较多 通过各种各样的法案啊 只要是说和中国扯上关系呢 都可以在美国国会通轻松的通过法案 那么前面我们谈到的美国金融霸权在全球 引发众多的不满呢 事实上反映出了美国只要符合他自身的利益 啊那他才不管去收割多少的国家啊 那么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全球所推行的 所谓道德价值观啊 人权民主等等这些说法呢 那事实上是为美国在全球维护自己的利益 推行美国这个啊力量的全球化的布局呢 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支撑 如此而已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么多的 包括太平洋岛国中亚啊 巴基斯坦俄罗斯等等 只要是美国五眼联盟及及其国家 就是他的那个小圈子啊 这个所谓的富豪俱乐部 对吧 只要是富豪俱乐部之外的国家呢 似乎对过往的局势呢 都越来越不满 而且现在对美国呢 也越来越愿意说出不这样的一个声音 以前可能是真的是敢怒不敢言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中美呢 这个如果在东海和南海发生人员上网的事故 那么这就回到了新加坡前外长他的一个判断 他认为呢 在美国国内特别是美国的国会 现在缺乏理性 缺乏务实态度 缺乏基于事实求是的 这个发展国家间关系 或者开展国际关系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能力 所以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一些啊 出现一些擦枪走火的事故发生 那么在美国国内 特别是美国国会 整个情绪非常可能走向失控 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他谈到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能想象届时东南亚国家会陷入怎样的困境之中 事实上呢 我们也看到最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 这个互动呢 是非常频繁的 短时间之内 中国和新加坡的外长维文 和马来西亚的外长啊 那当然最近的马来西亚的外长 由于和一个新冠病毒阳性患者密切接触 所以呢 他最近被隔离本来说好的来中国访问的行程呢 也被被迫取消 另外呢 就是这个东南亚国家 包括像泰国 包括像这个印度尼西亚 那么和中方之间的互动呢 最近都相当的频繁 东南亚国家的态度非常明确 无论中美之间如何竞争博弈 那么东南亚国家都不会选边站 任何迫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的做法呢 都会让东南亚国家相当的不快 而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无论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先生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系列的发言表态呢 之前都已经说过很多次 因此在整个的中美博弈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的做法会采取一个等据错列 而这一点呢和欧洲国家的做法呢 似乎很不一致 欧洲国家目前在推动美国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呢 有意无意的被绑上了美国的这个战车 而且我们看在处理缅甸相关议题之上 和曾经的美国和欧盟处理所谓的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之春相关的事情上呢 两方处理的结果现在对比下来非常的明确 虽然我们说缅甸境内的一些事态的发展呢 并不能认为处理的完美 对吧 因为目前的政府呢 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常态化的运作当中 但是至最起码缅甸境内没有继续发生更为广泛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或者是发生内战非常严重的冲突的情况 而曾经美国和欧盟所主导之下的 或者是欧洲北约主导之下的阿拉伯之春也罢 中东地区也罢 伊拉克事务也罢 最后都搞的呢是森林涂炭 无数的难民是无价可归 对吧 家破人亡 甚至很多人呢 通过逃难的方式在海上呢 就这个客死异乡 船翻了呀等等 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看最近看到非常多的国际这个观察家 普遍认为呢 东南亚的国家或者是亚洲国家 在处理相关国家争端方面 有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 有一套处理国际关系的智慧在其中 而且可以相当好的去避免更多的平民受到牵扯 或者说死亡 虽然在道德上 在处理的结果上也不仅是完美的 但是对比欧美处理的阿拉伯世界国家的结局 阿拉伯之春的结局 或者颜色革命的结局 对比亚洲国家处理缅甸事务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呢 事实上我必须去跟大家说 我的看法就是呢 缅甸今天情况要比什么叙利亚埃及啊等等 陷入到阿拉伯冲突之中的那个情况呢 还是要好很多的 大家必须要认可认识到一点就是 国际关系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当中 大家不要用理想主义的方式去看待 很多时候呢是有一些啊 虽不满意但勉强接受 妥协是一个艺术 那么另外呢 谈及这个新加坡前外交部长 所分析的这个看法呢 那就是新加坡或者说东南亚国家 没有人愿意被牵扯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当中去 同时杨荣文他还认为 中美目前没有处在冷战当中 他把当前的形式称之为叫做冷和平 不是冷战 并没有发生各种战争 也就是竞争多于合作 猜疑大于信任 一定程度的技术脱钩是不可避免的 但总体上来说 中美仍然在很多层面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只是这种和平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冷 向着整个冷战的方向去发展 他还指出 中国已经被不少的美国人视为挑战 这既是因为中国的体量大 也是因为中国人的团结和统一 但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中国真的希望成为一个像苏联 或者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吗 美国对中国是不是存在根本性的战略误判呢 中国希望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的治理模式 治理体系以及哲学吗 他认为这并不是中国人的期待 他表示不认为中国会想取代美国老大的位置 中美之间或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冲突 而且可能持续是多年 这个是新加坡前外长他的一个看法 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看法就是 美国目前正在玩弄台湾 而现在呢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军机跑到了台湾的松山机场降落 那美国现在的1450们呢 这个绿营的支持者们呢 就嗨的不行 对吧 各种这个感觉高潮了 但我也感觉莫名其妙 去了几个议员啊 在机场坐一坐啊 三个小时就走了啊 打发一下对吧 完了之后呢 说75万剂疫苗 结果也没有带过去 还需要通过COVAX这个机制来进行分发 能解决台湾目前疫情严重缺乏疫苗的问题吗 对吧 然后你这么嗨 我也是有点不太明白 怎么嗨成这个样子 完全失去了基于事实求是的 理性的思考能力 完全呢掉入到了一个美国抗中的陷阱当中去 而所谓的美国正在玩弄台湾 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是出自于一个网民 而是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长 我想呢 其中也是非常的值得台湾方面的去思考的 特别台湾老百姓认清局势 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 看似美国领导各国喊打喊杀 这样的声音呢是不断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外强中干的这个意味呢 也是相当的浓厚 也正因为因为此呢 美国把矛头全部指向中国 我们看到近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美国 已经迎来了危机时刻 并且敦促恢复门友关系赶超中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7日在国会 这个众议院委员会 就国务院2020财年预算发表谈话时表示 美国需要恢复之前的盟友关系 赶超中国并反击敌国的恶意行动 布林肯在解释向国会提交 585亿美元额度 这个预算的时候特别谈到 美国呢应当恢复美国盟友和伙伴关系 赶超中国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并打击那些破坏这个国搞破坏的国家 在国内重建民主价值 反击敌国的故意行动啊等等 布林肯指出美国及其全球领导地位 已经迎来了危机时刻 并且谈到美国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 其中包括制止新冠疫情大流行 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支持世界经济复苏等等 布林肯强调其他国家正在 现代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中 对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全套工具 进行历史性的投资 那么美国呢想去啊这个啊这样做 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推出 罕见的巨额产业政策计划 试图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针对中国提高美国科技竞争力 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各种无理的制裁 中国也推出反外国制裁法 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贸易科技 地缘政治法律等全方位的博弈的局面 而这样的一个场面 恐怕会维持很多年 我们呢持续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